所以如果原先設備的零件沒有手快的話 就直接將零件進行整修再使用 那如果真的沒有零件的部分 都會盡量想辦法找到一個地載品來使用 其實該怎麼說呢 我們其實是非常尊重這個蒸汽機車修復小組 因為他們真的太厲害了 我覺得不算是在技術上 當然我覺得他們的精神上也是非常可信可配的 非常感謝他們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可能看到這個蒸汽火車頭很漂亮